香港的朋友有曾經在香港前線抗爭 或是住在美國幫助香港的香港朋友 也有台灣的朋友 但是無論你是哪一個身份前來 都是因為你在乎民主 在乎人權 關心香港 才會在這又失又冷的日子 還出來這樣捧場 很謝謝大家 那香港這個反送中 這個逃犯條例的抗爭 其實是在今年2月就開始 因為當時2月香港政府說 要開始修這個法 香港的大律師公會就第一個聲明說 我們不贊成 第一次其實也是有一萬多人 就走上街頭去抗議 香港政府已讀不回 通過一讀 一讀過後 又一次的抗爭 有13多萬人走上街頭 香港政府還是無事 接下來才我們看到 6月9號的百萬人大遊行 然後接下來一整年串 這半年多我們看到 他大大小小各式各樣 簡螺密鼓的抗爭 那是警民之間的衝突越來越激烈 香港人他也不只只有遊行 他也有各式各樣的罷工啊 靜坐啊 罷客啊 還有那個長達60公里的這個人鏈 香港之路那是很漂亮 真的是很撼動人心 可是香港政府 他沒有因為這樣就改變他的 Course of Action 甚至是變本加厲 警民衝突越來越嚴重 受傷的示威者 甚至記者 醫護人員 各式各樣的受傷 這平常一般這種暴露不會受傷的 記者不會去攻擊他 醫護人員也是完全是和平的狀況 香港警察不管 全部打 他一視同仁全部打 管你是什麼身份 那到 就是你這樣 過了大半年 香港人並沒有這樣就氣餒 12月8號 世界人權日 他們又接近百萬人再次走上街頭 香港人的勇敢 這個我真的是 我每一次常跟香港朋友接觸 他們說謝謝你們的支持 我說不是 其實應該是我們這個free world 要謝謝你們的努力 讓全世界看到中國的本色 那說香港這半年來 這樣警察害浪 可是真的是這半年才開始 就像剛剛Karina其實提過 其實回到我們97 他們當時回歸的時候 原本是兩方都是歡欣鼓 啊回歸中國好高興 當時的保證是50年 經濟跟生活都不變 香港有他們的行政權跟司法權 中英聯合聲明寫的是 除了外交跟國防事務 屬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以外 香港特別行政區有自己的自治權 這是當時官方界定的 一國兩制的定義 97年到2003年 六年在香港的親中勢力 就企圖要過一個叫基本法第23條 香港的朋友會知道 可是對台灣人來說 這個相當於當年刑法100條 意思一樣的東西 所以2003年的時候 因為他們想要過這個東西 香港人就只有一個七一遊行 當時有50多萬人走上街頭 那在2003年的時候 香港政府啊 你這個50萬人就已經是很大條的一件事情了 政府很尊重 趕快收回去 不敢過 但是同月7月1號的大遊行 香港政府退縮 7月28號 香港政府就開放了中國指定城市居民可以到香港自由行 隔年進到香港的中國遊客就超過了一千萬 從2003年開始一路這樣往上升 到2016年的紀錄 那一年 從中國去香港的中國遊客 4278萬人 同一年跟台灣對比 是從中國去台灣遊客的12倍 香港只有台灣的三十分之一大小 你想想看喔 這樣十幾年下來 持續這樣數量的中國遊客進去 他在對香港的民生 對他的經濟文化 造成的都是很大的一個影響 這其實也是很大 中港之間的矛盾的來由之一 那小超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那在這個之後 其實一路這樣攀升 到其實在2008年 因為那時候北京他們要辦奧運 所以他其實有相當程度的一些懷柔政策啊 香港已經這個勢力已經拓展十多年了 不用演了 直接發了一個對香港一國良知的白皮書 白皮書這裡面基本上寫的就是 你香港的自治權是我中央給你看 我中央給你多少權力 你香港自治我中央有權監督 你香港的行政首長要愛國要愛黨 香港的選舉制度必須要符合國家的安全跟利益 這個白皮書發之後當然是就是 這很controversial 大家都很多爭議 那中國工廠的當然 你爭議你家的事 我說了算 那接下來它緊接著 就是中國全人大會就通過了831框架 這我們就知道它最明顯就是說 你以後香港特首的選舉是 不是你們光明提名 我們中央指派 我挑幾個人出來你自己去選 這個直接引發的就是 就比較更多人知道2014年的雨傘革命 雨傘革命有120多萬人參與 這是香港總人口的六分之一 這很高的比例 也是一樣遊行啊 靜坐啊 大工大客絕食通通來 可是今非昔比 中國在香港拓展這麼久的勢力 當時的香港政府已經不敢不聽北京的話 六分之一的人民出來抗議 他還是不聽 硬過了 他就是要這樣給他過 那到這個地步 那這個雨傘革命最後的就算是失敗 因為抗爭者就被警察強制驅離 這樣的結果到這個地步 香港它的民主制度已經等於是腰斬一半 香港政府本身對他自己警力 也因為雨傘革命之後 他覺得這樣不行我警力要提升 擴充警備人員 也買了很多其他的裝備 水炮車之類 就為了要能夠跟人民抗爭 這是政府當時2014年就做了的準備 事情其實這樣從一點一點點這樣累積下來 到今年的逃犯條例 等於是壓垮落途的最後一根倒茶爆發 到現在才是我們看到這樣整面牆 不知道還會長多長 希望不要再長很長 可是這樣大規模長時期很慘烈的一個抗爭 那作為香港這樣鄰近的一個國家 我們在台灣 我們一樣同樣是長期被中國欺負施壓 我們很難不感同身受 香港人的狀況對台灣人其實最重要的應該是 對一些像台灣裡面有很多人覺得說 啊 統獨是假議題 講這麼多年什麼事情也沒發生 或者說我們跟中國簽了和平協議就好的 香港的狀況應該是會 應該是要能夠打醒這些掩耳道靈的心態 因為擺明了就不是這樣 當我們在說我們要撐香港的時候 作為台灣人一定要了解 其實我們台灣內部還有很多統派的聲音 我們現在台灣才勉強還在凝聚我們的一個向心力 凝聚一個共識 那中國對於今天會來到這裡的 我想其實我們台灣 尤其台灣的朋友們 應該不需要我來說服你說 親中是不好的一件事情 我們都為了要保護台灣的民主 跟台灣的自由 都應該要跟中國要 我們不能夠選一個親中的政黨 或者是候選人 我們不能夠讓他們執政 但是我也了解 在這些年下 這三四年下來 很多對台灣民主 奮鬥很多的前輩 對於小英總統跟民進黨的表現 不慎滿意 或者會覺得說 有些人覺得 現在的民調盤差這麼多 不差我這一票 那我會覺得 在這裡容我向您請求 希望您能夠回心轉意 在能力許可的狀況下 回台灣投下您寶貴的選票 您曾經花很大半輩的時間 保護台灣的民主跟自由 台灣現在還是需要您的保護 因為像以民調來說 去年九合一大選是最慘烈的教訓 我現在真的我看民調不可信 我是PTSD 另外一個例子 你2016年美國的總統大選 到投票前兩個禮拜 Hillary都還是領先14%的民調 投票實際出來 雖然Hillary還是贏2%的 popularity 但是只有2% 所以尤其現在中國 中國對台灣的影響這麼大 這個民調 我真的沒有辦法相信 我覺得漂漂入鬼才是真 那講到對於 另外 其實在九合一大選以前 我住在美國 住在國會這麼多年 我一直以為說 這個動奧正名公投 跟同性結婚 這個是應該是一個no brainer 只是一個formality 等於是讓 希望讓這些親中的 或者是比較保守的 能夠了解說 其實社會主流不是這樣子 結果開票出來 被打臉的是我 原來我才不是社會主流 然後後來也發現說 一些我原本在台灣 認識幾十年 絕對這我100%確定他們是很支持 絕對是台灣獨立支持者的一些朋友 他們告訴我 東奧正名投的是反對票 我嚇一跳 為什麼 他們在台灣 他們真的會擔心 我們台灣的運動員 沒有辦法出去比賽 這是他們真正的擔心 然後我才發現說 我自己以為說 這是很好的改革 可是因為我人在國外 你任何的改革 都一定會有某種程度的 consequences 一定會有一些社會成本 要付出代價 但是我住在國外 付出這些代價 承受這些 consequences 是住在台灣的這些朋友們 那如果投票 所以民主制 投票 當你這個社會主流民意 投出來是這樣子 你就必須要去尊重它 你必須要去支持說 投出來是這樣子 不然你不要當台灣人 台灣人選出來是這樣的結果 只好去尊重它 我也覺得說 台灣社會如果還沒有準備好 那就要去尊重 因為人的習性要改 本來就不容易 有些雖然很不喜歡中國的人 可是會覺得 我知道中華民國好好的 為什麼要改 真的有人這樣想 可是他真心的 就是不要跟中國在一起 只是因為習性不容易改變 所以當執政黨他要進行 所謂一些比較進步的改革的時候 他一定會碰到阻力 碰到阻力的時候 他不能夠說 我國貴多數 我就給你硬要你 三分鐘幾分鐘 因為你如果硬要你壓 其實你這是獨裁專制 你也分裂社會 給執政黨一點空間 因為作為執政黨 他的責任是 你做任何改革的時候 還要去評估 這個社會需要付出多少的成本 這個社會現在能不能夠 你能不能夠支持這個 支撐這個改革責任 因為你如果硬要為了改革 讓社會動盪不安 其實人民對你這個政府 失去信心也是不好的 但是要說要凝聚對台灣人 讓台灣對台灣這塊土地 更有向心力更有共識 政府有沒有在做 我真心是覺得有 我的年紀 長在台灣長大 都還是讀那個國立編譯 國立編譯館的歷史地理什麼 偽在大中華 我是堂堂正正中國人 我小時候聽中華 在旁邊國宋好像會哭 現在不會這樣 現在你會聽到說 這個新的generation天然讀 為什麼 因為整個教育方針都改了 現在孩子讀的是台灣史 台灣地理 我聽我執子執迷講一些 這些我都不知道 他們學校都有教 多好 那除此之外 另外是一個促轉行政議 這個促轉會 其實這些年來 陸陸續續撤銷了5800多個 之前在228白色恐怖那段 國民黨專制時期的一些政治犯 這些原本等於是被掛著叫 前科犯犯罪者的 這些通通都除罪了 通通都能夠清洗 這些民主前輩在台灣奮鬥的故事 一點一點能夠落實在台灣的人民的生活中 他們的故事能夠一代一代這樣傳下去 我覺得這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那也是現在這個政府讓這樣發生 那至於除此之外 你說經濟啦 國防的經濟 股市破萬點這麼久 台灣台商回流8000多億 各是Google Amazon 幾個大公司全部都到台灣投資 離岸風力發電 國防啊 軍購這些 我是覺得至少這些部分 那個目前的執政黨做的成績 算是有謀光度 我是這樣相信 那再者其實台灣它在怎麼樣 目前的政治架構就是兩大黨 四七比消 你如果民進黨落敗 唯一有可能攀生的就是國民黨 就是中國國民黨 那至於中國國民黨本身的惡行惡狀 對台灣這塊土地 跟對台灣人民做過的事情 奮鬥過的前輩們更是親眼見識到 所以到這個地步 他們更是直接把跟中國要簽署和平協議 寫在他們的黨綱裡面 和平協議是什麼 和平協議是只有在一個國家內戰的時候簽的東西 中國國民黨把這個寫進去 這是他們的黨的最終目標 小英總統跟民進黨也許不夠完美 他也許打不到你的期待 可是我們試著把國家進步必須走的路 不要把它當做是你跟誰結婚要選一個對的人 不是你把它當做是交通工具 你沒有自家小客車可以到你要的那個門前面停下來的時候 你搭什麼搭火車搭公車 你會想辦法搭到最接近的地方 或是往那個方向搭過去 但路再下來看是換車還是走過去 你不會因此就不上車 不會吧 對不對 那再說是我前幾個月有一個機緣能夠見到蘇貞昌院長 在對談的時候他有談到說 很多有些就算是民進黨內部的統治或者是台派的朋友 大家都還是很多到細節都一定還是很多意見想做的地方 但是到最後每個人都還是願意坐下來一起共同奮鬥 為什麼 蘇貞昌院長說 他說因為在台灣面前我們都願意低頭 今年正好是美利島事件40周年的紀念 在這一年內 中國基本上沒收了香港的一國兩制 也放話說要併吞台灣 那我覺得身為台灣人 我們不能夠讓台灣這份由先寫換來的民主跟自由 就這樣屈服在中國的野心之下 謝謝大家聽我講這麼久 最後我要說的是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2020 台灣要贏 謝謝